有朋友問,佛教究竟是宗教還是哲學? 佛教是宗教,也是哲學。 所以,單憑宗教信仰去探討、研究或修學佛教是不足夠的。 必須要從哲學的觀點去體驗佛理,即是理解和實踐並重,才是全面的。 哲學是研究自然、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規律學說,是關於人生和世界觀的學問。 佛教的三學,戒、定、慧,其中戒學和定學多數屬於道德修養,而慧學就包含了哲學的內容, 貫穿哲理和道德修養兩方面。 廣泛涉及對人生和宇宙的認識,人是要透過哲學去認識宇宙的本體。 例如,從量方面,宇宙究竟是一元或者多元呢? 從質方面,唯心或者唯物呢? 宇宙如何形成呢? 如何發展進步呢? 哲學提出人生的問題,人是憑什麼能力去認識這個世界呢? 什麼是真理的判準? 什麼是真、什麼是假? 人除了要認識之外,還要去實行。 是先從知識論,然後走上倫理學的。 哲學的倫理觀,是討論道德的意義。 如果可以用真、善、美、性四種標準,去量度宇宙人生的關係, 那麼人追求智慧,是追求事物的真。 維持倫理道德觀念,是追求生命的善。 發展境密的藝術價值,是追求世界的美。 而最後,有宗教信仰,去尋求靈魂深處的性。 佛教從尋求真、善、美、性,而進入諸法實相的涅槃境界。 所以有非常豐富、多姿多彩的哲學內容。 佛教的理論一般是從景行那三方面進行論述的。 景,即是所觀的對象,或者所認知、研究分析的地象。 行,是修行,是實踐,將所有的哲理運用在生活思想行為上。 果,是修行所得的果,即是從知識學走上倫理實踐學之後,超凡入聖,進入宇宙真理,即是證悟諸法實相的果。 諸法實相是什麼呢? 在三藏十二部八千六百多種佛教的典籍裡面,是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表達佛性、實相或真語。 但是真正理解宇宙實相的人,必須徹底將真實智慧運用在思想行為上,才能夠親身體靜, 單憑言語文字只不過是見到實相的一管之見而以。 佛教哲學,是東方文明史上一個巨大的思想存戶,所殞藏的智慧和學術價值,博大精深。 一般單憑宗教信仰的角度去觀察佛法,即是單看片面的視相,例如拜佛眾經,上鄉慘法靜在而規, 而從哲學的角度去理解,只不過是涉獵佛教的一輪半爪而矣,並沒有認識佛教的全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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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